導演派表明國際線 歡迎收看立法會直擊 我是胡凱曼 立法會大會來到本年最後一次會議 今早在立法會直播在這裡 請來了公民黨的梁家傑談談 早上梁家傑 早上 真的想說少少 上年其實不知你會記得嗎 都是第一次立法會直擊 都是找到你上來 當時你硬撼曾鈺成 割續立法會主席一職 不過今天過了一個年度 我想和你談談政改問題 因為昨天你們和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吃了一頓飯 他說本來是吃一頓飯聊天 但最後說了一個勺機論出來 你自己怎樣看 是否中央給了一些訊息 香港人普選凍過水了 是不是這樣呢 我希望不是 是的 因為昨天始終是一個吃一頓飯聊天的場合 也可以說是一個社交寒暈的過程之中 提及這個勺機的問題 我覺得我就當張主任是只論勺機 不論其他 但若果他真是以勺機論來說 中央一定要西元才讓你香港人選的 即是說香港人是不可以真正有得選擇 是別人選完才讓你選擇 即是做不到真正老闆 如果這樣 不單止香港人覺得中央是食言 因為無論你在基本法 還是你在2007年的人大常委的決議 你都是承諾2017年有真普選的 不單止是食言 還有就是你不能夠解決得到香港現在的特首 他寸步難行的問題 為什麼寸步難行呢 就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政治授權 即是香港人民沒有給他權 所以我很希望中央明白 其實最佳的燒機是什麼呢 就是300萬登記選民 一人一票投下去 誰他想要 誰他不想要 西走那個不想要的 那就最好 千萬不要想著你西元才讓香港人選 老實說中央西過西選過三個 由董建華到曾蔭權到現在的梁振英 一梟不如一梟 不如你相信香港人好過 其實昨天你說最佳的燒機就是全香港人一起選出來 張宇明其實昨天也提到 他很願意為香港實現普選 為而努力和各界溝通 你一直都邀請他 不如去九月份真普選聯盟的研討會 他又好像拒絕了你 那怎麼談呢 我是這樣的 因為事實上今年初1月6日 公民黨都做了一個叫做 控制對一國兩制研討會的 那當時我都向張主任發了一個邀請客 不過他就沒有出席了 然後呢 後來他就找一個助理 就聯絡我 就說抱歉了 主任剛剛剛到部香港 那他就失望 所以就出席不了1月6日的研討會了 那我就在這個背景之下 他說呢 因為我們都是被真普選聯盟委派 要在九月中做一個大型的研討會 就是將我們的學者顧問團 為我們砌了出來的 那些政界方案呢 是廣泛諮詢香港人的意見 讓大家可以表達一下 那我說 主任既然你是想說廣交朋友 深交朋友 有什麼好過你來九月中的研討會呢 他一直這樣說 他說要看一看情況 他出來打咪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誤會了 他就說 我不是很習慣公開和別人辯論的 可能用一些小規模 一些深入的討論更加好 第一 首先呢 他來九月中的研討會 他不是一定要參與辯論的 因為他就這樣坐在那裡聽 聽一下香港人的意見 都可以的 第二 如果他說要搞一些小規模的 即是大家討論 公平黨一樣是願意奉陪的 只要他是明白 其實昨天我也有不斷說的 就是 他一定要明白 你不可以靠 在黑箱裏面 庫票 庫舊票 去提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 是香港人根本不想要的 反而他要明白 1617正確的方案 民主派的議員 一定是要看著人民授權 就是說 你要透過譬如電子的投票 或者譬如中庭要做的民調 去科學的 客觀量化了 香港人支持某一個方案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投票支持那個方案 所以 如果既然是人民授權 做一個大前提 你如果想聽一下公民黨的意見 我肯願意告訴你 但你就不要希望 是可以捅了我去 然後數了我們那個六票 去支持一個香港人 不願意接受的方案 這個就不可能的了 所以我就這樣回應 張曉明主任 我希望他聽得到 他不需要一第九月中 來和別人辯論的 他可以做座上的客 去聽香港人的意見 其實何樂而不為呢 那和中央再溝通這個政改方案的底線 你們就是要大家一定要普選的了 還是真普選聯盟都提出了三個方案 哪個可行一些呢 真普選聯盟 現在學者顧問團提出了三個可能的方案 這三個方案 據我們的學者顧問團說 都是符合了 那個國際人權公約 也都符合基本法 也都符合2007年的 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的 我們當然 就絕對不會接受 是中央西元之後 才讓香港人選 這個就一定不用想的了 就是這個方向 我們在這個基礎上 再繼續討論 這三個你有沒有說自己 覺得哪一個會是 譬如連統會 九月份的時候 有哪一個你覺得是 比較可行一些 談到出來 或者想談些什麼方向出來 現在是這樣做的 我們就會 正如鄭與石 教授 他作為我們 趙集人都說了 就是我們希望 用幾個月的時間 開一下街站 還有做我們被委派做的研討會 做完了 廣立了意見之後 我們真普聯就會再討論 然後就會推出一個真普聯的方案 這個現在還是大家在這裏 切磋 這個撞擊的階段 希望大家都多給意見 暫時沒有一個 哪一個明確的方向 就是還在聽意見 是 如果是這樣 講完這個政改方面 其實昨天張曉明也提到 他很不贊成這個佔領中環行動 但是你自己怎麼看呢 其實學者都是希望 最終目的就是要有普選的 其實你自己怎麼看佔領中環行動 你知不支持 老實講 其實如果沒有佔領中環這個運動 我覺得根本現在香港 都未曾開始討論 政制改革 但是我昨天也有在值間 向中聯辦官員講得很清楚 我就說硬碰硬 不是一個方法 因為佔中三子 他們幾個都說的 佔中運動只是一個手段 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中央能夠履行 他們07年人大常委給香港人的承諾 2017真普選 我們是特首 是的 所以反而你不應該說 又要解放軍演練 又要曾偉雄出來說 全港警察一定夠警力來對付 這些是硬處理來的 反而你應該真的跟香港人談一談 現在香港特首究竟怎樣去選出來 才可以施政順暢一些 才可以處理得到香港民生的問題呢 其實有得談的 香港人就最好的了 最易說為的 有談有講的 所以千萬不要硬碰硬 你反而是用一個真正回應香港人 希望得到解決香港深層線矛盾的 這個思維的方法 來做一個真正的普選方案 那就最好 那你覺不覺得現在張曉明或者中央 其實都已經是給了一個善意出來回應你們呢 還是萬一最後他們不回應了 戰兵中環行動都要去馬的了 如果你繼續這樣斜著做的 繼續都是用一個A課來去交功課的話 那我想正如佔中三子講 就要佔兩鐘環的了 但是我希望正如他們三位講 是不用了 因為事實上如果大家都是為香港好的 那就應該有得談的 應該有得談的 但是梁振英又經常說 我們都還有時間談 那你希望究竟是今年下半年 立法會再復會的時候談 還是最遲春年年初要談 什麼時候要談 我就真的可能和梁振英在看不同的鐘 因為你想一下07年 曾蔭權和我選完之後 他又上任第三任特首 他當年07年12月 已經啟動五部曲的第一部 已經寫報告了 但是當年他處理的是2012年的政改方案 足足有四年撥 但是現在距離2016年 立法會9月的投票日 其實只有多少年呢 三年而已 很快 那你還不搞 所以為什麼我說 梁振英和我看的鐘是不同的 他仍然說大把時間 我也不知道時間是怎麼來的 除非他一天有四十八小時而已 所以我真是呼籲他 不要再那麼失職了 如果不是真的中央可能炒過魷魚的 希望他真是回應一下香港人 切切實實 希望能夠給我們一個政治認授勢 我們特首 五年一度 政綱比拼 一票一票授權 去選特首 希望盡快諮詢 明白 好 多謝梁家傑 上來我們立法會直播室這裡 談了這麼多關於政改的意見 可能就要下個年度再找你 上來我們立法會直播室這裡 今次我們的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會繼續跟進整個大會開會情況 好 謝謝